那我們這一周應該算是我們這個前面比較原理部分的最後一堂課 那這個比較原理的最後一部分是希望跟大家花一點時間談一下這個所謂Motion Artifacts 以及在其他這個FNS訊號裡面常常見到一些Noise 那這個會簡單的跟各位做個介紹 那今天的課程其實下半段則會針對這個所謂Motion Correction Techniques 會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所以第一部分講大概哪些類型怎麼樣產生的 那第二部分我們就談一些常見的 就是我們在這個可能中段實驗做過之後 我們後半段的課程會有一些這個所謂分析的課程 那這個分析的課程我們就會針對這些常見的Motion Correction Techniques 做一些參數上的調校設定跟給各位看一下 實際上要處理完之後會得到什麼樣的訊號 那當然在今天這一週的這一門課裡面 我們則是會跟各位走過一次就是這個所謂的概念 跟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是怎樣 那一樣因為這個內容其實都算比較新 所以它一樣沒有教科書可以參考 那主要今天的內容是來自於數篇文章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念重要幾篇的話 你可以去念這兩篇 它們算是比較是Comparison 不同technique的一個文章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來看一下這兩篇文章 那在Noise的類型裡面其實我們最常看到三個主要類別 第一種是所謂Physiological Component 這個大概是所有的這個身體訊號裡面一定都會有的一些 這個測量身體訊號裡面都一定會有的一些這種 所謂你說它雜訊也不太對 但它就是一個你不想要看的一個成分 但它是一個只要你測的是一個活體 它就是Nature裡存在的一個component 那這component它當然主要包含的就是三大類 其實大半的量測可能就是Heartbeat有 然後Respiration有 那但是在這個Avnius裡面它會有多一個就是Blood Applegia 就是它這個血壓的一個Dynamic 那這個血壓Dynamic它其實會反應在我們在每一次這個 這個Pause的過程中 其實在這個血管B上的一些這個反應 所以它其實會有一個我們稱作Mayor Wave Mayor Wave這樣的一個特性 那它其實也是一個頻率 一個週期性的一個函數 所以這三個其實他們有各自不同的一個平帶的範圍 都會存在我們這個Record到的一個Avnius的訊號裡面 那當然還有第二大類別是所謂High Frequency Noise 這個大概平帶在這個 這個因為我們說血流大概是落在很低啊 大概零點幾左右這個Hz 大概這個Range以上其實都是屬於一些High Frequency Noise 那這些Noise怎麼來 當然它會跟一些原因有關係 比如說你在這個安裝這個 所謂Opto或者我們說Fibre 去Contact我們這個頭皮表面的時候 中間其實有些頭髮沒有把它Remove掉 那這個頭髮的一些干擾 因為頭髮是黑色嘛 那這個它的干擾其實會造成很嚴重的一個 訊號上的Loss 那自然而然你的這個Noise的成分就會增加 所以這是第一個來源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你可能在安裝過程中壓根就沒有把這個 這個Opto或這個Fibre 給這個確實的壓到頭皮的表面上 那這個意思也就是說其實你的這個 很有可能在安裝過程中你的這一些 Source跟Detect他們其實是懸空的 那懸空的過程可能就會導致你一般的這一種 你外面的這種光源其實都有可能被Detect給Record到 那就是額外的一些Wide Noise的一些影響 那所以這兩件事情如果沒有處理好 其實你常常都會在這個 這個我們兩次到訊號裡面看到這些 High Frequency Noise 好 那再來還有一種當然就是Motion Artifact 就是我們雖然說 Alphinus是一套Wearable 是一套Portable的儀器 但是實際上就是因為它在指尖常都是一些 可以動的 可以說話的 這一些 所以反過來說其實這個過程中 所造成的一些Motion Artifact 反而會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我們就上來看一下這三大類裡面 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樣貌 我們第一個先看這個所謂 Visological Components 那我們剛剛提到主要是三大類 那這三大類其實你在頻譜的分析上 這兩張圖橫軸都是頻率 就是我們說頻譜分析的頻率 所以它是不同的Hz 就是說有一張圖 左邊這張圖 它是一個這個 取過Log的一個Scale 那右邊是一個原本的 就是我們一般習慣Linean的一個Scale 但它們其實是同樣的一件事 那重軸就是它的一個比如說Power 所以它類似像一個Pulse Spectrum的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 實際上在這整個一個不同頻率裡面的 一個Power上的表現 你會發現 像紅色這個Peak 大概在1到2Hz左右 或者你看右邊在1到2Hz左右 這個範圍裡面 這個範圍裡面 其實這個非常強這個Peak 是源自於我們的Hot Position 那我們說心跳大概正常 大概0.83秒跳一下 所以實際上你的這個頻率範圍 其實大概是1.5Hz上下不等 所以這個大概是落在這個Peak裡面 那再來是你的呼吸 正常呼吸一分鐘大概十幾下 那所以其實你算下來 它的這個Respiration 大概就是2.5秒 可能會跳一下 大概就是0.4Hz這樣的一個範圍 所以在這個頻率範圍內 其實會有一個Respiration 所造成的一些這個 你在量所謂Blood Oxygenation上的一些影響 那還有一個稍微再低頻一點點 在0.1Hz左右 就像我們剛剛所提到 跟Blood Pressure相關的這個Mail waves 那這也是Nature會存在一些physiological component 那當然如果我們今天所定的目標 是一個所謂 比如說Functional Activation 所誘發的 或是Evoted的一個 這個血流Response好了 那我們當然就會希望把這三種 這三種是本來就存在 跟這個所謂Functional Task 無關的這些成分給濾掉 那當然你會看到 他們的頻率範圍 大概就是你濾一個 可能 有時候我們不見得這個 會把它濾掉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濾個0.2 至少你就可以把 這個呼吸跟心跳都移除掉 那如果你在眼睛 你可以再濾到更低以下 那當然我們會有另外一個Question 那我今天好奇的 這個所謂Functional Task 相關的一個Response 大概會說 落在什麼頻率範圍內 這個就會關乎於你的一個實驗設計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假設你今天用的是一個 Block Design的一個實驗設計 就是我這個實驗類型 可能是每30秒重複一次 30秒執行運動任務 30秒休息 30秒運動任務 30秒休息 那理論上來說 這整個 整個這一個 這個這個 我們說 血流變化的一個週期 可能就是每60秒是一個cycle 那你可以自己除一下 你1除以60 你就知道其他的這個 Functional Task 0.0起 非常低頻 非常低頻 所以對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很感興趣的範圍 大概都是落在0.01到0.2中間 就是我們一般這個實驗設計 大概落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理論上是不會跟你的 Respiration 跟這個Hard Position 是Overlap 那當然某一些實驗設計 可能會跟這個 Wave 會Overlap 但是 大半來說它的影響都還好 好 所以 這個第一個 hint 告訴我們說 其實在 一般的Physiological Component上 通常我們只要做一個濾波 把一些稍微高頻的成分給丟掉 大概我們就可以解決掉這一個 這個這個 針對 像這一些身體成分上有關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剛剛提到一些 機器雜訊 或是一些背景雜訊 它可能存在很高頻 比如說機器雜訊 一般都會存留在五六十赫子 那當然因為我們儀器一般 我們在這個 像我們這個學校用的那一套 通常它的這個 Sampling Rate 大概只有在6.25赫子左右 所以一般來說 其實理論上 你不會直接去理過它的全貌 但是 Maybe 會有一些 這個Aless 也不一定 所以通常我們還是會 用這個 Low Pass Filter 把高頻的這些 不管是生理成分 或是一個雜訊 都把它濾掉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實際上這一些 這個 所謂沒有Contact好 會看到一些 所謂High Frequency Noise 其實會長什麼樣子 那 左邊的話 你可以看得出來 左邊是一張如果我們說 它收的還算漂亮的一個訊號 就是我們都有Contact好 沒有把它把它撥開 那大概訊號會長這個樣子 橫軸 下面的這個橫軸 是以秒來當作一個時間 時間的單位 那上面的橫軸 是以這個Time Frame 就是我們說Data Point 這個來算 所以這兩種東西 當然就插在這個 Simpling Rate 插在Simpling Rate 好 那縱軸 這個每一個Rod 代表是一個Channel 所Record到的訊號 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 當我們Contact好的情況下 這是沒有經過一個 我們剛剛說這個 濾波的一個情況 所以理論上你應該會看到 比如說心跳這個成分 好 所以你可以去數一下 比如說在這邊一個區間 叫做五秒鐘嘛 你可以去算一下在五秒鐘 比如說你隨便跳一個Channel 像這個好了 你去看它紅色這個成分 大概我們剛剛說你應該 一秒 一秒應該會跳一點多下 因為是0.83秒跳一下 所以你可以去算大概在五秒裡面 會跳六七下左右 應該會有六到七個peak 六到七個peak 那這個告訴你是說 如果你今天Contact好的話 連算應該會量到 身體訊號 所以應該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當然如果你沒有Contact好 會長什麼樣 就像右邊這樣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Channel 好像也有我們剛剛說 類似像很規律的一個 Hardbeat的一個Possession 但是也有一些Channel 像這個箭頭指的這些位置 會有些小碎波出現 這個小碎波對我們來說 其實就是比較高頻的成分 因為你無法預期它 它的變動很快 它有很多這種不規律的peak 那這種銀板 都是由這些 High Frequency Noise 所造成的 當然你會說 或許我在這個低線 就是我在Aquired Data的過程中 看到這樣的訊號 不見得就表示我跟它不能用 因為你可以說 如果它就是 在很高的平台 maybe我只要做個濾波 或許我留下來低頻的訊號 還是可以用在我後端的處理 這是maybe yes 但是 我們的Question 會是說 如果你今天看到這個訊號這麼糟 你是不是要試著先確定 它是否要Contact好這件事情 有 你才能夠百分之百保證說 我量這道訊號 可能八、九十Percent 是來自於這個 我們說什麼Visual Brain 的一個Hemodynamic 那當然這件事情 就是你要去 在時間過程中去 學會怎麼去認識這個訊號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心跳以外 我們一個比較低頻的變化在哪裡 你可以看這條線 垂直的這條線 代表這個 開始給它一個指示 比如說開始走路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原本這個Base Line 它雖然是好像有一個 這個 慢慢的波動 它都維持在某一個Certain Level上 但是一旦你然後 開始讀上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慢慢開始有一個 很慢很慢的一個訊號Drifting 就是它會Drifting 就是往下掉 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這個訊號Base Line的變化 那這個對我們來說 其實就是我們所 想要看的一些 這個所謂Hemodynamic的一些變化 所以這個是基本 我們怎麼去辨認這個 訊號品質好壞的第一步 那再來其實我們今天 這個很大的一部分 我們都在談 所謂的Motion Artifact 因為前面這兩者 通常我們都用這個 一個Low Pass Filter 我們就解決一切事情 但是 Motion Artifact有點討厭 Motion Artifact它有些不同的特性 可能會需要 額外做一些處理 我們看一下 這個Motion Artifact 在FNS裡面是怎麼產生的 理論上來說 其實只要 只要你有可能 產生這個所謂 Decoupling Between這個Opto And Scalp 只要有可能造成這種 所謂光纖 或者我們說 Opto這個光極 跟這個所謂 頭皮表面的一個錯位 只要有一個這種錯位 現象發生 可能有可能就會導致 這個所謂 在訊號上的一個Motion Artifact 出現 那這個產生原因 其實有很多 最直觀來說 當然就是我 我動頭 你可以想到這個儀器 雖然上面的線 它可能已經是很輕巧 可是Anyway它還是有質量 它會有它的慣性 所以你這邊甩頭 或是動頭的時候 它其實會有一個 瞬間的一個 一個這個小小的一個Shift 或是一個Decoupling的現象 那其他還有一些像是 比如說你眨眼睛 眨眼睛其實你這邊肌肉 有可能會去影響到 一些frontal的這個Channel 那當然也有可能 在你講話過程中 如果你的這個實驗設計 它用的這個 比如說它是一個綁帶的設計 那你講話的過程 就有可能去拉扯到 這一個送頸帶 也有可能會造成這個 這個整個帽子的一個Shift 所以這幾個原因 可能會在我們 比如說Motor Task的過程中 可能會在我們執行 它做一些 需要Ferber Response 比如說它要Count的數字 它可能要說出顏色 類似像這樣 或是回答問題 它可能在講話過程中 都會產生一些相關的Motion Artifacts 那一般來說 Motion所產生的這個Singular Artifacts 一般我們會分成三大類 它跟Garnet就不太一樣 Physiological Component 都留在高頻 但是在Motion Artifact裡面 它其實這三大類裡面的 這個成分你會發現 它可以是一個High Frequency的Spike 它可以是瞬間出現一個 好像突破一樣 就是一個Peak 然後又恢復到原本的樣子 High Frequency 因為它是瞬間就結束 它也可以是一個 Shift from the Baseline Intensity 像是一個斷點一樣 它會長得像是 你一開始可能 比如說我畫在這裡好了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Spike 長得像這樣 它可能會瞬間有一個 這個掉下來之後 然後要繼續抖 但第二種 這個Shift from Baseline Intensity 它可能是這樣子 我一開始動 然後你一個Motion產生之後 它突然改變它的一個Baseline 也有這種訊號 OK 就是有點像是把一個連續函數 弄成Discontinue的一個特性 那當然也有可能會產生出一個 在低頻裡面的一個 額外的Variation 那最後一個特別討厭 因為最後一個常常會跟我們想要看的 這個所謂Human Dynamic Response 那個平台範圍 常常會是Overlap在一起 這會比較麻煩 所以在最後一種這種情況裡面 通常我們會需要有一些 比如說實驗上的一些假設 你必須要把它incorberate到 你的這個Post Process裡面 它才能夠去幫你把這個 不屬於Human Dynamic以外的東西給丟掉 OK 那Anyway 這三種 這三種都有可能是 是源自於Motion Artifact所導致的一個訊號變化 所以Edan你看到哪一種都不要覺得奇怪 那再來 這個Motion Artifact實際上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說 它其實會有很多不同的性質 它可能在呈現出不同的Shape 就是你不同人之間 我們所謂的Motion Artifact 可能展現出來的Shape Frequency 就是我們剛剛說它的平台不一樣 甚至連它出現的Timing都不一樣 它是不可預期的 那通常來說 對於這種所謂 High Amplitude 或是High Frequency 這種Spikes 對我們來說其實是 相對來說是比較 好一點的一個 容易去處理的一個 一個所謂Motion Artifact 原因是什麼 如果你看到一個Spike 你很容易就Fedure 去Identify它 好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 比如說你去把那段剪掉 你可以去把這Trial丟掉 你可以去把那段剪掉之後 做內插都沒關係 你可以很容易去處理它 但是我們最害怕的是一種 所謂Lower Frequency的這個Content 我們說它其實是埋在 我們這個Hemoda 這個Response裡面 所以它其實是 你很難用濾波 或是很難用這個 眼睛去觀察的方式 去把它丟掉 OK 所以 通常在第一種程度裡面 我們只要用一些簡單的 數值分析方式 我們就可以處理 但是後面這一種 我們需要用一些 稍微複雜一點的 Decomposition的方式 Either是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ither是Wavelet Analysis 那甚至其他一些 數種 是跟Decomposition有關的 這種方式 那Anyway你會發現 因為上述這種特性 你沒有辦法去預期 它這個Motion Artifate 就一定長什麼樣子 所以通常我們在 執行所謂 Motion Artifate Correction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是透過一種 所謂Data Dependent的一種技術 它可以背上 你今天Data 所表現出來的特性 再去做一個 所謂Motion Artifate 有一個Remove 我們不會希望就是一個 死死的一個 Function就是 我只能丟掉什麼東西 這樣就很可惜 那當然這個Motion Artifate 雖然我們剛剛說 它產生的原因 原油可能是上面的幾種 但是 在同樣 比如說都叫做動頭的情況下 可能有這些不同的原因 你其實產生出來的 這個訊號Artifate的程度 也不一樣 它可能會跟你儀器 本身Design有關係 跟你今天的人 有關係 跟你今天Channel所在的位置 有關係 Machine 主要設計 跟這一個所謂 輕巧的程度有關係 我們今天如果是用 傳統那一種 Optical Fiber 一根是大概 3-5mm 當然你一整數 32根這個Fiber 它可能下來 就有接近這個 這個數百克 到一公斤的重量 那它的罐量 當然就非常大 你只要動一下頭 八成百分之八九十的Fiber 都不會跟你跑 那就很麻煩 那樣的情況下 你可以想像那個 Motion-Rodified的量 就非常大 而且非常可怕 那這樣的一個 機器的設計下 通常就不適合去做這種 比較高活動度的一種 這種Motive Task 那這是第一種 跟這個所謂 特別是針對這個 Optical Fiber 這一段 或是我們說Opto的這一段 它那個 微型化 有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特別有關係 好 那第二部分我們說 我們說這個Subject 或是我們說Barticipate 主要是跟它的 髮量的關係 OK 這個其實你去看一些 比較高階的文章 比如說 在發展New AIME 主要發展這種很好的Gendals 它其實也告訴你說 它說了 比如說二十幾個人 它還是丟掉了三四個人 那原因就是 因為有一些人 有頭髮上的干擾 那這件事情 頭髮干擾這件事情 通常 它不只是會出現 像我們剛剛前面看到 一個很嚴重的 這個 這個 一些小碎波的 這種High Frequency 之外 或是Noise之外 它通常也會讓你這個Motion Olefine 通常變得特別的Sensitive 也就是說 你今天因為 你本來就沒有Contact 很好 或是頭髮本來就卡在中間 或是髮量比較大 那可以想像 其實你今天的這個Opto 其實都是被固定在厚厚的 比如說看過頭髮 這一層頭髮上 那你稍微動一下 頭髮本身也會動 那你這個Opto 本身也有重量 它當然會跟你另外一種 是直接Contact 在你頭皮上 這種情況 它所造成這個Motion Olefine 每兩隻完全不一樣 所以通常我們這個 如果你的Fibre 應該說 如果你的這個手指 頭髮是比較少 比如說男生 他可能是平頭 或是他可能是光頭 那這個理論上來說 你這個Fibre 或是我們說Opto 其實可以很明確地去固定在 這個頭皮的表面上 當然 你在整個運動過程中說 產生這種錯位的現象 就會相當來說少很多 OK 那再來是一個Channel Channel的Variation 其實就會Depend on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一個問題 就像我們剛剛 我們先前上禮拜提到說 其實這個頭殼 應該說我們說頭皮到Brand Surface 就Brand表面 它這個厚度其實在 這個不同Scout的位置上 其實也都不一樣 Frontal稍微薄一點 這個Parrato稍微厚一點 那再來是髮量 Frontal沒有頭髮的影響 通常都比較少 除非女生瀏海很多 那再來是Parrato 你的髮量通常都會多一點 OK 所以這些 這些其實都會導致說 其實有一些 你所觀察到的這個Motion Elephant 不見得會很均勻的分布在 所有的Channel上 雖然 我們通常會 理論上會說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因為 一個Head Motion 所造成的Motion Elephant 你應該是Global 在任何一個Channel上 都應該看到它 因為它是一個 你頭動是 這個鋼體運動 應該大家都會看到一個錯位 但是還是會跟你的 這個局部的法量 或這個厚度 會有一些關係 所以 這幾個是各位要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 有很多的情況下 這個Motion Elephant 出現是沒有辦法預期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Typical的 我們說這種 如果是跟Head Movement有關系 就是可能這個 收入者做到一半 渡估好了 他點了一下頭 那這個點了一下頭之後 你都會發現這個訊號 都會有一個明顯的Peak出現 那比如說現在 在這個上面看到 左右兩張這個Figure 其實你都會看到 它這個黑色鍵頭 Label的地方 都是指它 Cross 比如說14、15個 甚至20幾個Channel 你都可以看到 很明顯的一個 我們說類似像是一個 Spike 或者是一個突然有一個 Base Line的一個Shift 這樣一個現象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比如說像比較明顯的這一排 所有 所有的Channel都看得到 雖然他們本身 好像都看得到這個 心跳的這個 但是你還是會發現 在某些特定的時間點上 這個收視者 似乎是不是很安分 他一直在做一個 無法預期 或是不需要 他做的一些頭部的運動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現象 其實它 可以是 這個 不均勻的分別 比如說前面都比較小 但是有某些Channel 會特別大 但是像這種 特別大的情況 我會特別提醒各位 像這個情況 我通常會認為 它是因為放大等級 不一樣的情況 什麼叫放大等級 不一樣 是因為你可以看到 同樣都是一個 心跳的一個amplitude 在其他Channel 它的這個變化量 其實都稍微小一點 但是在最後這兩個Channel 好像震幅都比較大 它的這個 心跳所induce的 這個creation 比較大 那這個通常 跟我們在機器前段 做creation的時候 我們會針對不同的Channel 去給它做一個 所謂不同的 這個game 就是所謂放大爭議 通常這個方向的爭議 會由機器自己來決定 它在開始做一個 調教的時候 它會去偵測說 是不是我所收到 這個Channel的訊號 通常intensely 都比其他Channel來的弱 如果是 我會給它 在收到訊號之後 做一個十倍的放大 那通常你就會得到 像這樣的結果 會得到像這樣的結果 所以有時候這種 大跟小 你在這個real time 去看的時候 它不見得是真的 你必須要自己去normalize 走完之後才看到它的這個 這個spike 或是我們說這個shift 是不是真的都 在某一圈都特別大 某一圈都特別小 這個有時候是沒有辦法 因為它們去看 所以這些都是類似一些 這個case 你都看得到它們其實會有 一個global的變化 那當然 也有一些這個 不一樣的情況會出現 比如說 我們看左邊這個 這個是 它不是一個 怎麼講 它不是一個單轉動頭 一個動頭 而是它可能是這個 全身性的運動 那當然 這個全身運動我們指的是 所謂turning 我們馬上在走直線 走到鏡頭之後 就要180度回頭繼續走 那這個過程當然 其實引發我的頭的 motion 引發我的全身的 motion 所以它這個甩的動作 其實就會 也是一樣額外去造成 一些這個 motion of effect 但是 我們這邊在看這個 這個部分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每一個 開始走 之後的每一條 vertical的這個虛線 都代表著它每一次 做一個180度 掉頭走的一個動作 那你上面所看到這個 其實 somehow somehow 我們不會忘記 percent constant constant 它其實就是一個archefect 它在某種程度上 其實蠻像是一個 chemodynamic 蠻像是一個 chemodynamic 那這件事情是因為 其實 你可以去看到這個波形 它不是一個 突然像之前 我們看到這個 下去又回來 一個很快的 一個spike 它其實比較像是一個 induce 額外的一個 一個慢拖 就是它會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波動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 比較早的文章 它其實也告訴你說 其實特別稱對frontal frontal對於這個 我們說 這個turning 這件事情就是對 轉彎啊 回轉啊 旋轉這件事情 其實它都有 扮演一個操控的一個角色 所以其實你會在這個 特別前面 因為前面我們擺在 就是這個prefrontal的一個位置 它的這個寫的變化 其實很有可能 代表是另外一 不見得就一定是 notion quality fake 但是你仍然可以看到說 這個現象 這個 好像出現一個 single intensity 變化這個現象 好像原來是在 每個圈的裡面 都有一些component存在 那這件事情 就是必須你要特別小心 去觀察一下 這到底是代表什麼 含意的 好 但是另外一種 你可以看到 像這個是我剛剛說的 另外一種這個 baseline整個飄掉的這種情況 它會有一個瞬間 就這樣 就下來這樣子 但是你會發現 這種現象 你看 它並不是一個 global存在的一個現象 它不是一個 global出現的 一個baseline的 所以 這有可能是你 這個channel 是不是有特別去動盪 或是在安裝過程中 它可能鬆掉之類的 所以這個channel 是要特別做一個 小心的一個處理 是不是要把它直接 reject掉 把它從後段的分析裡面 直接丟掉 又或者是你必須 用我們人家所提到的一些 這個interpolation的方式 去處理這個 baseline的一個現象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 像這邊還有一個 特別的例子 就是像前面這個channel 它看起來本身 就像我們剛剛說 它其實好像就比其他這種 安裝比較好的 這種channel來說 它就是比較雜一點 好像有些小碎波在裡面 那這種安裝不好的情況 你會發現 它又再出現一些 這個motion artifact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這個 motion artifact的呈現量 就會比其他的 這個channel來的大很多 其他channel maybe 就只是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變化 但對於它來說 它會是一個 掉很多 而且會出現 還附加一些spike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它其實 本來就沒有content很好 你要讓它有一個motion 那這個東西 當然就是一個 加成的效益 你就會看到就是 很可怕的一個曲線 那通常像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Duration 或這樣的一個Period 我們一般來說 都是沒有辦法去救它 因為它這個變化實在太可怕 所以各位在 這個我們在中段 做一個實作的時候 各位會很有機會 看到就是不同人說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些 這個不同訊號的呈現 那實際上 哪一些是我們想要 哪一些不是我們想要 其實各位到時候 在做一個 做一個 學習一個動作 那各位在這段課裡面 先稍微有一些概念 可以 所以第一部分 我稍微很快的帶過 就是關於一些 常見的這個 noise跟motion 他們大概的外貌 什麼樣 但是我們這段課裡面 後面要提一些 怎麼樣 去做一個所謂 Motion Correction 這樣的一個校正 OK